前行越来越远 走过每日 亲眼睁闪 世界在变责 围场越来越后 光天与化人 怎么心会开始变黑 最美的一幕 彻底删走我 在北可七退什么 变无据代价与建议 无人会问我 有没有真的快乐 时间约到了 便转身离坐 无人信任我 我没法可说清楚 迷雨天爆破 谁亦没处躲 若我消失以后 谁会念着我 我给你介绍吧 我姐姐, 杨己云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Infinity的负责人 迷你不在乎你做 我就是Infinity的主持人 你要看我们所有UC的资料 连你的头、陈丽群都是合警 你想我相信谁? 为了公平公正 SIA的首要任务是重组CIB 如果你坚持要罔顾我们手足的安逸 他们出了什么事, 一定不找你算帐 进来 坐 有什么想说? 我和蔡sir计划帮板已经谈过 已经有共识 如果SIA坚持要CIB交出臥底的名单 我们会集体辞职 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你这么大反应 SIA要重组CIB 当然要了解它的工作资料 甚至乎UC的名单 这是正常程序 亦是我身为调查官的工作之一 正如梁sir所说 SIA审则CIB的工作 看调查对象的报告和情报已经足够 详细地好像是UC的身份 参与程度的细节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虽然我把SIA和CIB分为了解 但是看法上 CIB已经归纳为SIA的子部门 也就是说 SIA全权负责香港的情报工作 如果UC的身份也不知道 是不是有点不合理? 过渡工作的讨论还没开始 你就要我们交出臥底的名单 完全无视UC身份外事的风险 你们就决定太错全 你真是挺执着的 你第一天认识我 我们开招没有识过 可能我急了 不然这样 我们完成所有过渡工作之后 再讨论这个问题好不好 谢谢韦Sir 我们会证明给你看 我们原本的工作模式是没问题 是你想法有错 好 好 我没说你错 可能重组CIB的决定是比较突然 无合要时间 映武者行动成功 大家来喝一杯吧 你们两个过来吧 你们两个哪有心情喝 是吗? CIB被SIA重整 一分钟裁员减薪了 想三个一层 Madam Chen也不用繞这么大的圈 去搞数字案 现在搞到自己 连CIB也没有了 封信号是不是真的? 是的 我们找个IT人员查过的 封信号的确是09年记出的 而且记见者和修见者都是符合的 他当年有份吻徐天堂的 就算他现在搞这个行动 我也不觉得是为了公义 而是权斗上位 是报形的 不用不怨的 虽然这些人喜欢交屎棍 如果不是这样 我们怎么会患患见真情呢? 怎么了? 你们两个不要当旁若无人 你忍着什么吻子 瞄理你们 韦作荣也是这样对我的 我们关门房门有时… Manger 你和韦作荣关门房门 那些真的不太想听 没人我想知道 这么颜色? 不是那方面 他以为梁长官死都不肯 交一份UC名单出来 骗他和韦作荣关门房门 是密针的 怎么拆的呢? 私人谈话内容不便公开 这叫高枕头撞 总之他答应过我 过渡期间 不会要求我交出UC名单 你是他女儿,他肯相信你的 你很不信得过韦作荣吗? 你不知道人体器官反卖案吗? 他是追逐个国际罪犯 他在背后和器官反卖案 差点放走的人 他的确是为了达到目的 会和罪犯案 否则 否则 我这个全球通緝犯 也不能回来香港 那韦杰呢? 他去了控制崇联社 连自己的父亲也出迷 怎么想得过? 都是职责所在 他也不好受的 你们不要忘记 苏志安这么看他也没有情统 要查他的罪证 如果他是偏私护主的话 我也不会这么快出回来 那计法这个韦作荣 他还事作风是破格的 但是也叫做为了大众利益 由他们来接管CIB 都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蔡蔡,你信不信得过韦作荣? 如果韦作荣入主之后 一定会来个大改革 可能会将CIB 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又或者会摧毁这个优略转动 卓尔,说话很无邻两可 站在哪里? 现在你要我说的 真的言之过早 但我会关心的是那些要事 万一有什么差池 他们不但没了身份 可能会没了条柄 连藏在浩原的资格也没有 未来我们会引入大数据 庞大香港的保安监控 直接联系国际情报 利用大数据分析和追踪罪犯 用big data查案不是什么新鲜事 近几年CIB都有用手机跟踪 和音频分析来插空 不但这样 还会利用它去预测 罪案的发生机率 为了达到这一点 我们邀请了一位 数据科技研究的专家 来配合我们 张小姐到了 大家好 我是The Core的代表 张忌宏,Wendy Zhang 你坐吧,张小姐 The Core是数一数二的大数据中心 和全世界很多警方都有合作关系 现在麻烦他跟大家说几句 如何用big data做偵查工作 相信各位都相当清楚 都是不外乎 卫星定位和声闻辨识等 艾世今次委托我们做数据分析系统 会说犯收集市民的日常数据 除了我们的个人资料之外 也会包括他们的犯罪记录 和日常生活和精神病历 以及他们使用社交媒体的情况等等 再配合天眼和行者记录仪的影像数据 帮很多人计算犯罪指数打分 那有助找出社会上潜在的罪犯 这个系统帮我们找出潜在的罪犯 做到防范于未然 透过AI分析数据 更能够避免警员 因为情感因素 造成调查结果的误差 big data是世界的大小 某些程序去人化 可以提高效率和客观性 但是人对感情的感知能力 AI又取代不了 警官所说的, 正正是我想说的 我知道这么多UC都在外面找命 我没有否定大家的存在价值 正因为这样 更加要引入数据分析系统 因为这个系统能够协助UC的工作 缩短调查时间, 减低伤亡数字 把行动风险减到最低 确保前线同事安全 好 私人姓名 这么客气, 金老板 老板, 买单 谢谢 慢慢走 再见 再见 找到我这么急, 有什么事? CIP被SIA接管了 梁长官又不肯交UC的资料出来 又拼包不拼 这么大的事, 你应该不跟我说 那你刀手刀锋, 还有什么要谈? Madam G CIP, 我面对着什么目标 你不是不知道是什么人吗? 我当然信不过SIA 不是他一个不个人 洩漏了我UC的资料 就算是我这种 只坐在这里收封 也会死人的, 你知道吗? 我明白你的忧虑 你明白, 你明白什么? 放心, 我已经跟SIA的韋Sir商量 为了保障UC的安全 他们不会再过问UC的身份资料 CIP和SIA 你不拖我, 我不拖你 你相信他们 因为我相信韋Sir 所以你也要相信我 干嘛, 冷嘴冷嘴 你以前没那么疼 以前… 以前是单身寡老 勇至行头 先生, 我女儿五岁了 一家大小 我现在每天都送我女儿上学 我都怕被人搏脚 我有事不要紧 我不想令到家人, 你知道吗? 你不能让这些东西影响你工作 你一向表现得很出色 你还没试过任务失败? 做UC这一学 今天是不知明天的事 其实我做这家的餐厅 做得挺好 我老婆和女儿 都喜欢吃我做的串烧 有时候也会想 不如简单单 做个居住我老板 更好 起码多时间陪我家人 我女儿明天生日派对 我去不了她 大好哥, 听完包场 听完大好包场? 是不是有料到? 他就做了泰国的大专家 听完你吃饭 可能我会收到一封 知道她的毒瘡在哪儿 靠你 吃饭 爸爸…快来拍照吧 好 你好 你是嘉一 送给你的 小姐, 你是… 我常常光顾居住居住 認識到金老板 是个居住 是的 他跟我提过 家人今天生日 所以我特意过来 生日快乐 我不要礼物, 我要爸爸 今天居住居住好像包场 金老板应该理不了 你爸爸做事很辛苦 你要多孝顺他 来, 收了他吧 姐姐对你这么好, 送禮物给你 收了他吧 你说谢谢 谢谢 谢谢 打来看看 谢谢你, 谢谢 金老板经常看你两个 你一定是经常去居住居 对吧 金老板煮食好不好 我老板就懂得煮食 又什么都不吃 你要多叫朋友去光顾他 他一定会很开心 你不担心你老板的吗 不担心 我经常跟他说 我说你那区这么复杂 不如你摘下店铺别做吧 但他又死都不听 好像那个地方对他来说 有很重要的意义 那就算了 好, 有字丁 金太太, 是时候切蛋糕了 好, 我们切蛋糕了好不好 好 一起过来吃蛋糕 好, 过来 好 我们一起唱三个歌好不好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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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太太 大哥 今天有什么好事? 我准备了你最喜欢的相干牛皮 是五巴欖, 還有今天剛新鮮的廣東號 很棒 我就帶了一個泰國貴賓過來 不要令我們失望 你放心, 大哥, 你的東西一定妥當 我拿這首給你 行, 讓我拿給大哥 大哥 我進去弄東西 葛敦, 你這麼大批貨 我一次過就管不上, 收純一點好 你這麼爽快就這樣, 爸爸, 好嗎? 好, 一二二話 你送貨, 送給我今天貨幣 好, 三天號送到 幹什麼? 你幹什麼? 沒事 你聽的什麼? 沒聽 出來, 大哥 真的沒事, 真是沒事 他裡面無緣無故聽著話 後面吐, 不知道幹什麼 你出來, 別出來 大哥 三百八十元, 按摩家長途 這次媽媽一定比我還好, 老闆 平安的沒好, 找我介紹嘛 知道, 大哥 什麼事? 沒有, 他想啪啪啪 鬼鬼祟祟, 打電話問價錢 啪啪啪 大哥, 很多筍東西, 早說吧 我還要做點東西 幹什麼? 你幹什麼? 我幹什麼 你聽過什麼? 我聽完 出來, 大哥 全靠你的情報 才能破到今年最大宗的毒品交易 局長很開心 那些手術還沒抓到大口 很大可能潛逃到菲律賓 我已經聯絡當地的警方 叫你們密切留意 大口還沒結帳給哥頓 哥頓不會那麼容易算數 你嘗試一下盯緊兩邊之頭 我反而有點擔心 爆料過YuC 她身分黃了? 她有老婆, 有個五歲的女兒 她擔心自己的身分會影響他們 我不是答應你暫時不要YuC的資料嗎? 你們空國來來CIB 她不會相信你們 你嘗試勸勸她 再不行, 我親自見她 小姐, 我們這裡已經沒做生意了 金老闆呢? 她沒做的了, 我們現在也在找人頂手 Kain, 上次幫我們破毒 找我那個YuC真的結束了 看來短時間之內 應該找不到人代替她 但我尊重她的決定 你和這裡的經理那麼好 Kain, 看來這裡又變了你新法堂了 也是的 我榮姐一酒不時約我去喝茶 喝一喝一喝, 吃開一條癮 你和我兒子好起來了嗎? 不太好了 他每次約我出來都說 宋聯現在的勢力很差 現在社團真的這麼難做嗎? 也不是的 最近有人想在香港搞賭船 想找社團合作, 也挺搭水的 如果談好這件生意 宋聯一定能搜賭浩陽出來 誰不做生意? 走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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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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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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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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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這裡有三百萬救濟金 被宋聯拯命的, 你懂得做 三球爺想趕我出局嗎? 一個坐了三十多年牢的耕生人士 還妄想跟人家搞賭船 你已經脫節了, 有錢就收了 拿走你上禪子吧 時代不同的, 今時今日 就像你一樣出來走鼓滑 沒運走的了 養一半吧 我飽了, 你們呢? 威爺, 我先拿車, 你在這兒等我 好 威爺, 威爺, 威爺 怎麼回事? 威爺, 先喝杯咖啡 謝謝 大勝喜這群人真是狼狽 出手這麼重 不用問, 生意真是一塊肥豬肉 爭得過 你還不想再爭? 剛才差點沒命 我說了很多次 就算我拼了老命 也要守著崇聯社, 讓蠔友出來 我說得出, 當然是做得到 但是, 金青無論是財力和勢力 都是崇聯之常 如果你和他眼碰眼, 只會是死局 值得嗎? 他是有財有勢 但是我有幾天人才 爭取得下的 崇聯, 崇聯真的很壞這件生意 下面那些小的還不是喜好 你就當還一個人情給我 帶我一件新智堅搶這件生意回來 是嗎? 還沒踩下去 剛才拿了菜苗, 被你踩死了 不好意思 請問Sam 你是不是這個農場的主人? 是呀, 想買個雞菜嗎? 買什麼?很漂亮 我不是來買菜的, 堅哥 我叫卓海 是崇聯韋爺叫我來找你 你去車子站, 跟車身先走 好, 謝謝 好甜 韋爺沒什麼大礙吧 我沒事, 你知道韋爺多硬盡 我也真不好意思 回來香港搞生意, 怎知道搞得健康 堅哥以前是不是都是江湖中人? 現在的年輕人不認識我們都是老爺的 卓Sir, 你當警察這麼多年 你都沒聽過我 連長兄也沒提過我 其實我是長兄創辦人一 長兄, 不是魏長兄 是我和魏大哥一起創辦的 魏大哥帶我二十年 我很厲害, 所以社團用他的名字命令 我一點也沒意義 我這個人很暗瘡, 很低調 又不喜歡說聲 還在八十年代移民潮的時候 我和我老婆移民到新西蘭 搞牧場, 一直都沒回來 原來堅哥是長兄的開國功臣 真是有眼不識太差 不懂我怎麼這麼奇怪 世界都變了, 香港都變了 長兄也沒了 那你應該知道我和長兄之間的關係 略之一而 是你搞定了魏德遜 你魏家絕頭, 令長兄瓦解 想不到堅哥你歸隱田園 都留意到江湖宗時 新西蘭很笨, 無聊就八卦 不過說回來 卓Sir雖然說沒做警察 但我還聞到一股王氣之外 還聞到一股邪氣上身 難道是黑白雙手想通殺嗎? 堅哥你也不弱 一旦把賭船的合作計劃出來 令全香港的社團擦國那麼亂 你不是說你自己是暗春很低調的 這次出來大駱大鼓似的 有什麼目的? 卓Sir, 你真厲害 難怪長兄壞在你身上 不如我們開門見山 說說你的合作條件 江湖田這麼久, 我學會過道理 就是強襲的瓜不田 強求的緣不緣 堅哥, 你的意思是不是 我們的緣分還未到? 天都快要哭了, 怎麼看得到緣分? 不好意思, 我要去除蟲 江湖田, 你慢慢坐 選完了嗎?走得了嗎? 還沒有, 剛才開始看 哪有這麼快?你們選完了嗎? 選完了, 挺漂亮的 但全部都不是我的風格 不知道什麼時候穿 不知道穿給誰看 哪有女人看衣服看得這麼隨便 慢慢選才是 哪有男人選衣服選得這麼麻煩 你隨便選一件不就是, 這件是嗎? 當然不可以隨便 你看你就是這樣 所以整天穿衣服都是這樣, 悶得慘 我這種顏色才叫色彩色 看看 這麼多年都是一樣, 一股鴨味 真是, 沒那麼過份 除天堂, 我什麼時候很過份? 我這種叫男朋友風格 你這種也叫男朋友風格? 對, 是這樣的 那是怎樣? 我幫你選, 男朋友風格 你幫我選, 我也幫你選 好 好, 怕你嗎? 我選什麼, 你是不是穿什麼? 我選什麼, 你是不是穿什麼? 是 好, 來 你的女朋友風格其實都是黑白色 妹姐, 行了 剛好穿 拍一下好, 換衣服 妹姐, 要刪門, 換這麼久了, 妹姐 溫喜, 店裡的壽司賣不完 拿來這裡請我吃嗎? 最近你在搜索嗎? 不是, 我的手很鬆動 足地直接送過來的 是, 坐下, 我找你想跟你商量一些事 是關於長兄的, 還是阿丁的事? 兩樣都有 我一直透過紐西蘭的人物 去打定阿丁的下落 他現在怎麼樣? 阿丁又打定不了 但是打定了 現在的話事人還沒死 是長兄, 魏家的後人 他是一個極度危險的人物 要是我們重組映武者一起查他 我找你商量 就是不想拘捕寶師進來 上次他聽到阿丁被殺 他馬上拿一支槍去報仇 我不想他走回我們的舊路 如果走了, 就很難回頭 這幾年你都叫他收手了 為甚麼要踩一腳下去 再去, 你不明白 那些混蛋殺死我老婆 我跟我老婆報仇 我殺死那些混蛋 那我跟那些混蛋有甚麼分別 這個世界所有事情都要還 真是有人各報應 我累死了我兒子 直至到阿丁才令我相信 如果我變得更好 做多些善事, 我就可以放得下 天好像給了我一個女兒 讓我重新去做人 但是, 現在阿丁真是未明 都是偽家的校園在那裡害他 那天好像在那裡還我 偽家的人一直不放過我 就算我做的好事 在多少學校都沒用 我要倚壓還壓, 我不能坐在那裡等 我要斬草除根 否則, 我放不下, 出海 我需要你幫忙 雲汐, 就算你拿著槍指著我的頭 錯了, 我這槍不是指你 如果我不是這樣做, 你就不會進頭 你要我怎麼幫你 這支紅酒是一位新西蘭葡萄芋自家出品 雖然不是名牌 但是味道紮實, 口感順滑 大家嘗嘗給我一點意見 你不怕我 不錯, 跟你的代鼠肉乾很合適 你怎麼不喝?怕有毒嗎? 不用怕我, 我種東西連農藥也不下 保證百分百, 天然有機 我們不習慣吃飯 在後面被人帶著槍, 都對著 真的失禮了 但是他們在這裡, 你讓我安心我 這裡是你主場, 他是你的人 你有什麼不安心? 他是你的男朋友, 你很順序 是嗎? 那我問你, 以為有一天 他把你所有的東西都拿走 連兒子都不讓你見到 到時你一無所有 你會怎麼樣?你會不會報仇? 以我認識的徐千堂, 他不會這麼做 但是他很聰明 對呀, 兩者沒本心, 你真的不知道嗎? 不如這樣吧, 我們先拿三為琴 把他逐筆逐筆片落在裡面 像代鼠肉那樣 風乾液就用來上酒, 來 你試試 靖子, 你很可愛, 太天真了 不過當年我跟你是一樣的 我有個結拜大哥 我跟他出山顏色一起打江山 我什麼都相信他, 我們沒有秘密 一條底撲開兩分帳 我們真是共挽慢 但是就不可以共復運 他越來越顧忌我, 最後逼我走 他在說到風山水在洪霸一方的時候 我連在沙家裡種草仔子養毛 全世界只懂得偽腸 全世界只以為腸子是姓偽的 全世界沒人記得我身尖鏡 雙Sir, 你那天問我什麼時候才是時機 今天就是時機了 我要重建新象棄 我要全世界知道 祥卿不是只姓偽的 有個身至堅粉的 你想東山再起 跟今天我們坐在這裡有什麼關係 爹是在紐西蘭失蹤 他最後的調查是整體 最後的任務就是見過你 天安, 你也是Eternity 魏德信死了之後 有個新的組織Eternity崛起了 四為招兵萬物 還招臨了舊長興的一些舊人 我就是其中一個 我們查過 Eternity的主人魏晉鋒根本跟魏家是無關的 他只是借助長興來上位而已 而且他也死了 他只是出生而已 你真的以為出生了個何當居室? 但是, 話事人一直隱藏在幕後 他才是真真正義魏家的口供 他是魏德信的弟弟, 魏德禮 但魏松山說過 他只有一個兒子, 魏德信 魏松山不知道有這個兒子 他當年包了母女兒, 但是始亂終來 後來我母女兒發現自己有了, 又想去卸掉他 誰知魏長興知道之後 就給了一筆錢的月, 生下來交給他 魏長興為甚麼要這樣做呢? 你猜他是不是恨抱孫怪? 這件事多少跟我有關 因為魏長興一早知道他的兒子是廢殘 所以跟我商量, 想定後著 我知道魏長興一早陰點了自己的孫 就算魏德信去承繼自己的王國 難道這個甲代儲君不止一個人? 卓Sir, 你真聰明 但知道這個秘密的人, 只是死剩我一個 照你這麼說 永恆的主持人是魏德禮 而永恆的最終目標, 就是重甄長興 沒錯, 所以你們四個一組 就是永恆要殺的目標 只要在適合時機之後 魏德禮會殺了你們 還魏德信報仇, 正式光復長興 所以你要殺光我們立功, 取代姓魏 成為長興龍頭 英哥跟我們無怨無爽 他看著我們, 就是魏家的客星 可以引出魏德禮, 我們就是最好的你 你們真拼得活 事情之後, 我不會虧 bullish你們 島船我會交給卓Sir 雖然我們有共無敵人 但是剛才看到你說這麼多故事 都是教別人不要那麼容易相信 那我們還要相信 不對 說得對, 老實說有時候 我也不信我自己 但是我可以行動一樣 你們不會想做我的敵人 來吧, 別問我 這段影片是昨晚凌晨三點鐘 有一個新的帳戶上網的 有網民覺得是造假 也有網民認得鄭淑梅是一個知名國際記者 所以引起網絡罪案科的主意 再通知我們 發片人用了VPN, 所以信息號碼查不到 我也看過相關的影片 找不到相關位置的線索 徐天堂三天前, 還有回來SIA 就是說這件事不會發生超過72小時 閉路電視應該還有記錄 查看他 是, Sir 這段影片的最後一張照片就是魏德順 這段影片的結尺還要記錄長兄 方式好像沒有人知道 這件事跟長兄有關 之前紐西蘭的臥底欣天堂也說過 他假扮殺手來香港 目標正正是他們四個 因為他們四個是長兄的仇人 看真也好, 造假也好 手要任何是救人 我們分頭行事, 要你繼續查 我盡快聯絡保安局 希望找到魔後黑手 馬上研究得很快 是不是同意? 入口卡 我帶到魔後黑手 我帶到了魔後黑手 我帶到魔後黑手 我帶到了魔後的魔後 那後來是魔後黑手 算是魔後黑手 我帶到魔後黑手 那時候就讓你晃到魔後黑手 事變成魔後黑手 我被人欺負,你會不知道嗎? 爸爸受傷,沒想過會不請自來 我不是叫你來探病的 我只是想你幫我救回海 那就是說,你看了那段影片 沒想過他們會扔出去 我叫海幫我做事 做一做一做就不見了人 找他找不到 叫小事去找,只找到那段影片給我 你叫卓凱去做事,跟他失蹤有關 我叫海代替淑苑社 跟金青社爭賭船單位回來 他談完之後也會回來幫我匯報 所以我不知道現在搞得怎麼樣 賭船那邊怎麼說? 他們說那次經過之後就沒有聯絡過 但我不太相信他們 如果海真的被他們抓住的話 我有道意要救人 搞賭船的是什麼人? 會不會跟長兄有關? 是不是長兄我不知道 但是,我只知道是紐西蘭 那個名字叫做新智堅,堅廣 一星期前,新智堅從紐西蘭過境香港 方世豐說想在香港找一個拍檔 教東南亞島船生意 幾十個黑幫為了這項生意 去打死打死 這樣拋個有利出來,令對方紙相殘殺 一貫永恆搶地盤的方法 那就是說一開始 他們就不是為了這項生意來香港 那會不會是為了抓那四個人 才是最終目的? 我想抓卓海他們那幾個只是手段 真正的目的,真正的目的是長兄 對呀,這次反而沒有用永恆 用了長兄的名字 難道新智堅真的想在香港 立起長兄之旗? 新智堅是長兄創辦人之日 我未董事,他已經回了柳世蘭 哥哥死了之後 我召集長兄的舊人 成立永恆 才透過阿楓認識他 在永恆之旗,他很低調 不過想起來也挺奇怪 畢竟是爺爺的伴侶,哪有這麼難 那會不會新智堅和魏魯先生 不是和平分手呢? 我哥哥為了奪拳 都逼了我爸爸回加拿大 你的意思是 新智堅是被魏魯先生 逼他留下了一架嗎? 當年的事我不知道 不過卓海、陳歡喜 徐天堂和鄭崇煥 是他四個害死我哥哥 也是他四個搞塌長兄 如果新智堅殺了他們四個 等於為長兄保守 那新智堅就名正言順做長兄的作主嗎? 不過你之前說過 你不想理永恆之旅的事 又是自生自滅 所以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想我說 如果是關於新智堅的事 我一定要知道 魏晉鋒寫了之後 新智堅不像是海外分佈內鬥爭華使拳 以為新智堅細孤力藥 誰知道背後大包貨賣 其他分佈實在太輕敵了 可以讓他吃是一個有一個 最終 整個新智堅落在他手中 如果你是來得來的時侯 你最終的目的 就是用永恆去重建長兄 你真的可以堅持做分威造型嗎? 那爸爸看著新智堅 做你本來想做的事? 是對落還是對有 哪一個是我沒停留藉口 是有緣還是沒有 剛剛想要抽薪 又再留紅是愛情還是追究 我跟蹤著你沒回頭路走 直到沒認救 五夜全無握手 但我已沒法指放開手 想抽離為何越沉越深 被你什麼確認 我沒法感情不要再問 天生理性未曾犯金 卻感性的酒勤 風度連自己也真行 想這樣